大家好,正常养护蝴蝶蓝它的叶片是比较翠绿的,比较肥厚的 但是在养护的过程中,蝴蝶蓝的叶片可能会出现一些变黄啊,或者是变紫等各种不同的情况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我们有哪些养护方式没有做到位呢 那么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具体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叶片啊,颜色如果变黄绿 有点黄,有点带绿那种 但是呢,其他各个部位,不管是根系啊,还是这个花杆啊,这些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么这就是因为我们养护的过程中啊,光照过强了 蝴蝶蓝不怎么喜欢这种比较强的光照 光照过强的话呢,就会造成叶片会出现黄绿色 这种情况的处理办法就是给它适当的遮遮阴 或者是呢,把它移到一个光照相对比较柔和的地方来养护就可以了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个叶片颜色啊,变黄了 而且呢,如果这个蝴蝶蓝蓝它长有新芽的话 这个新芽呢,是长得特别慢,特别小的 但是新芽它没有这个明显的注缩的情况 那就是因为在养护的过程中缺乏了这个氮元素 氮元素的缺失就会造成了叶片发黄,新芽生长缓慢 那么这种情况就要给它补充一些含氮量比较高的肥料 大家不懂怎么用肥的话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这种蓝科专用的油性营养液就可以了 这种营养液的话呢,这个氮含量偏高 然后领甲含量也不缺失,将它稀释1000倍 然后呢,给这个蝴蝶蓝进行叶面喷湿就可以了 慢慢的呢,这个叶片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一个生长了 那么第三点就是叶片呢,它成这个紫红色 特别是刚长出来的这个新芽特别的明显 那么这是两个原因 首先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低温伤害 特别是在现在早春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这个低温伤害 然后造成叶片发紫 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及时的调整它的养护温度了 但是如果养护温度相对比较合适 没有低于15度以下 那就是说明了缺乏了零元素 缺乏零元素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给它在盆土里面埋上一点这个磨肥 这个磨肥它就是一种高磷的这种缓氏肥 而且它是在植株,它虚肥的时候才会释放养分 植株不需要肥料,它就不会释放养分 所以呢,使用就特别的方便 像这样一盆的话,我们大概就是用这样一小瓶盖的量就可以了 最后一种情况就是叶片呢,它会出现这种很快的皱缩 而且呢,会变成这个灰绿色 那就是说明了它的根下出现了问题 根系受损了 特别是浇水不当或是盆土排水不良 都会造成根系受损 然后造成这个叶片的会出现灰绿或是褶皱的情况 这种情况就是一定要及时的进行 这个修根再重新栽种的工作 如果大家把握不好的话 我们不要用水坛来栽种 最好是用一些蓝科专用的资料 透气力水线会非常的好 就不容易造成这种积水难根的情况 从蝴蝶蓝它叶片颜色的不同 我们就能够轻松的判断出是哪些养护方式不当 然后及时的进行这个纠正就可以了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